让我更清楚一点 这个呢 链圈呢 你看什么 这家圈啊 它既可以放在远中 这个是放在远中的吧 这个是放在济中的 但是我们觉得 实际上 都放在远中 因为放济中 这家特别 所以一般呢 都会放在远中这个情况 或者是更方便一些 那么 何间庆域 何临使用 如果是一个二类的病例 那么你应该一开始呢 就要考虑 开始轻利的病 二类庆域 让鸡走的去应用 而不是要等到最后 所以我这边原来就是什么习惯啊 一弄来就等到最后的病情 大家想一想 等到你一开始的关闭间隙上印刺庆域的时候 往往是不是这个时间都浪费了 所以呢 就静走的一开始就要使用 但一开始使用的时候 就是力量的话呢 我们尽可能的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范围上 用力量的值 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 我们做二类庆域的时候 使用多少颗呢 三类呢 哎 都挺好 都没睡觉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呢 如果是做二类庆域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什么呢 多少颗的力量呢 如果做二类庆域呢 一百 一百 要做三类庆域呢 十 十 实际啊 你在最早的时候 比如说你使用一二的 或者一四的那四的时候 力量可以进一步减少 比如说二类庆域 不是我们刚才这三小时一百克吗 我们可以到八十克 是不是 我们三类庆域呢 可以到六十克 都是可以 随着我们的公司 越来越加粗了 是不是 我们的力量 就正常的回复到正常的 应该使用力量 我们可以一直到 最后的不休方法子的主 可以到上和 二类庆域到多少克 一百 是不是 三类庆域呢 这时候就可以到一百克了 这就给你的公司 所能抵抗的力量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在软色的时候呢 如果你使用很大的力量 摩牙和鼠脸 旋转 是不是 我们那个草坡里面 这么一个大尖细 就是 放一个那么一定细细的丝 它属于有鱼蟹啊 所以一定会发生一个摩牙 像静动旋转 另外呢 我们在前一段时候 属于一个像和尺的力量 像它属于一个蛇尺的力量 如果一时过大力量 它会发现 要向后摩牙舍起 是吧 向后摩牙也舍起 是不是 这样情况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 牵引的时候呢 一开始呢 要牵引 但是用很轻的力量去牵引 现在通过这个图 都能明白什么是一类牵引了吧 就是单核之类的是吧 间接关闭 是合理性 合理性 合理性 再说一下 这个弓形呢 实际上呢 并不是一个单纯一个三种弓形 但是呢 都是emitted 其实的一部呢 是三种弓形 那么 一个是呢 那么 早期的时候偏于卵圆形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早期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Ross 它说的早期指的是Ross 还有什么呀 And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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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说的指的是他们指的是 用卵圆形的 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们现在要说清 Andris 和那个 这个Ross 它不会都是用卵圆形的 所以MIT 它其常使用三种弓形 为基础的个别弓形 一般来说 卵圆形适合于大多数人类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储备最多的这种 原式的情况下 都是储备卵圆形最多的 那么 那么 剑圆形 就是这样的 剑牙固度是最低 是不是 这时候呢 用剑圆形去供形 它本身呢 是牙工下角的 那么 方圆形的呢 适合牙工比较宽的 那么 下牙工呢 需要支援 或者是上下牙工 扩开展区 就是扩工并力 扩工并力 原来是下载的 但是 扩完之后 我们需要继续维持它的宽度 是吧 我们本来应该可以使用卵圆形的 我们刻意的 可以使用方圆形 是吧 这样应该保持它 扩工之后的效果 当然 现在的 你看我们这次去上海 青春安德斯 他讲的一个叫 A2 二代的那个 扩轮器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改变了 就是它跟它的 瓦拉基线 和这个牙工形态 来已经设计它的 固定 就不是按照它 一个单纯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执司工工它通过 底板呢 控制零功呢 这个 底板呢 控制零功的 控制零功的 加上位置 所以呢 一般的 这个续维帆取用 就不需要用去玩 是吧 但是不代表了 一定功能 比如说 有些时候 在早期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做个二雷牵引 二雷牵引 的时候 是不是下轻磨牙 会容易进行 蛇气 和进入旋转呢 如果我们早期的时候 如果使用的是 不需光源一次 我们可以在这个 模样上 额外下配行 而加了一些 这个 低气的玩具 快点 是吧 大家想一想 是吧 嗯 我们这个 做二雷牵引 是吧 我们一起 这个模样 这个模样 会有两个力量方向 是吧 一个是会向进入旋转 是吧 一个会向什么 蛇的旋转 是吧 这时候我们要向对抗的时候 呢 某人都会去对抗 这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 丝是比较细的 是吧 尽管它在掏槽里面 于是它预知的角度 但是呢 因为我要去对抗它 我们可以额外的 弯一个外置 是不是 还可以弯一个后倾 是不是 后倾的目的 对抗它向进入旋转 是吧 外展的目的呢 是对抗它向 蛇的旋转 是吧 这就是 另外呢 我们做二雷牵引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的 把下颗的牙根 往 工型 做得扩大一些 我们做三雷牵引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把上颗的工型 扩大一些 明白这意思吗 因为 为什么下颗要扩大一些 因为我们做二雷牵引的时候 是不是下颗 因为农流会舍起呢 对 牙根是不是不会变起 变窄啊 再牵引的时候 所以我们希望下颗的牙根 尽可能做得更宽一些 嗯 而做这个什么 三雷牵引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利用上颗的抹牙 来进行牵引下颗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希望上颗的牙根 公司报纸呢 尽可能做得更宽一些 这样的话呢 一代长 因为我们的核电牵引力 二雷牵引力 是吧 这就是你的工型 注意力 嗯 嗯 嗯 är 作为工型呢 我们使用的时候 嗯 要给你每个患者的一选择 他到底先看一下这个患者的模型 他到底是属于什么 这个你当然不要着急 这个叫父亲外展 我们后面会去教你 你现在知道的就明白 有这个名词就行了 因为我们后面不送安置 会让你去关着父亲和外展 你就明白 现在因为对于零起点的学员 我们说是小孩 真的不明白 因为没见过 什么是父亲啊 什么是外展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拿到手里这个模型 是我们的模型次量分析 我们首先来确定一下 它的弓形是间缘性弓形 还是方缘性弓形 还是蓝性弓形 是吧 我们这个首先来确定 那么确定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随着我们牙齿的排列 逐渐使用我们的公司之后呢 对牙齿工型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 我们这句话的理解 怎么来的去理解呢 这句话的理解是让人理解的 在早期的时候 公司对工型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比如说 我们用一二的词 一四的词 你都随便忘记 你根本就不用莫得考虑公型 是吧 明白这个意思啊 它是照来告诉你的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公司的 直径的变粗 是不是啊 另外我们的材质也开始变化 是吧 原来我们使用的是 涅态词 后来我们使用的是什么呀 不去钢 原来我们使用的是原词 后来我们使用的是方词 随着这个逐渐的过度 我们逐渐逐渐的 我们的工型是越来越来越精确了 在醉区早吃的时候 我们就是大器工型就可以了 所以我会经常 我会买成准的那个涅态词啊 买一准 然后我可以结一根是吧 大器这个一成形 随便一成形是吧 大器工型就可以是吧 然后就可以放下去了 因为这时候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 牙齿的派气是吧 而对工型的要求不上低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公司储备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必要 方圆形 间圆形 软圆形 这三种公司都储备那么多了 到了一六 一九二五 这两个账在四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慢慢的对工型的要求 是吧 早期的时候 你不用过来去考虑工型的进去 这就是说你在工型选择上去考虑 你要是到这个不锈钢方式的时候 这时候是不是要求百分之百东一核 必须百分之百东一核 就不能随意说差不多就行 你这一差就完蛋了是吧 最后呢 这时候呢,画在模型上有没有一对比,只能看出来了 诶,到底是哪种新画的? 这为了你选择工型,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要是有建议性的工型 比如说我们使用了一个方语性的 要后期,这就很麻烦 你想,他这是不是骨头不够了 他就会让他的牙根整个的甲子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你一定要充分地来去认识 我们不仅仅一开始的时候要考虑建牙,会正齐都不齐都 在工型中也要有效考虑 它是一个建牙型 除非它是要跨工手上 你说我们成熟人,它本军已经跨不了工 本军又没有什么拥挤,它就是一个建牙型 你这时候如果你使用一个方语性的话 一定会出一片,是吧? 那么整个牙齿就出来了,是吧? 所以方语性呢,它除了本军这种方语性的方语性 也就是维持,是吧? 制造局过脚症也要类似的 我们可以用方语性的工型来维持 那么软语性也是大部分使用的工型 所以这个呢,没有什么特殊的 所以大部分人群都使用软语性 在这个方语性的时候 我会玩一下这个工型的一个制作 各种制作 这样你就会更担心了 那么怎么制作呢? 那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我现在已经不用它这种方法了 它这个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说 现在整个工型是一个个性化的,是吧? 这是一个这个方法的工型 我甭管它什么坚言性的,爱情观性 什么都不管,是吧? 我就不管它 我只要我这个工型跟它的牙齿是相违合的 是不是?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呢 它现在准备的是这样一个蜡齿型 是不是? 就是一个蜡齿型 是不是? 这时候怎么办呢? 它这种工型的呢 容易变形 怎么弄啊? 我们现在找到一块蜡齿型 直接这样切过来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是蜡齿型的 不容易变形的 我们不要做这种工型 是吧? 这种工型可以麻烦 这种是刚学习的 我们这样 形成这样有趣 这时候呢 是不是? 表哥比你的牙关大一些 然后放在水里面 先烫一下 或者用酒一灯烤一下 是吧? 让它稍稍的变形 不要太软 是吧? 那稍稍的就是 有点软 这时候呢 我们呢 把它放在整个这个牙关上去 是不是? 然后呢 用手指呀 轻轻的压压压压压压 压的什么时候为止 一定跟泡槽的一样 要盖过它的泡槽衣的 一小部分 就是啊 我们这是槽钩 是不是啊? 这个蜡一定盖到 接近槽钩的位置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这个丝 是放在槽钩里面的 不是直接放在牙齿 是不是? 如果是你今天要的 是要是要 你把它印出它的牙齿 这个公斤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牙工工 变小了吧? 我们必须把 脱槽衣给它印出来 但是你又不能把整个 脱槽给变了 脱槽给变了 它就会拉什么 拿下来了 因为你拿的是变小事啊 所以呢 我们正好呢 压它们一半 这样一推压 最后呢 出来就是这样完整的了 这时候是不是 这是牙齿 这是脱槽啊? 这时候你就标记出来 这时候呢 你要为了便利更准确一些 怎么办啊? 我们可以用一个 黑色的记号笔啊 慢慢地把这个连线 给它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这时候 我们就想要一个 个体化的一个工型啊? 这时候我们就把 按照这个工型 来进行个安置公司 那么换完之后呢 按照它的要求 是这样要求的 画好了之后呢 放到一个复印机上 去复印一张纸 这时候复印的复印机啊 是不是就你刚才画的 这个工型啊? 嗯 这样太麻烦了 是不是? 是不是太麻烦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我一般呢 就是为了就是 省事啊 就不这样做 我们画完了之后啊 嗯 我们呢 就开始在我们这个 我们工程图上 就开始去 先制作了 知道吗? 要不可以调整大小吗? 调整大小的时候呢 我们再上这边去调 我们先在工型图上 先把它重新一个工型嘛 这个工型 是不是按照标准呢 就知道了? 知道呢 这个标准的工型呢 它跟它是不复合的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我们再拿到这个 蜡板上去 来去比划一下 诶 发现我们会不会是 变得宽了 是不是? 变得 是不是? 我们这时候的时候 仅仅需要调整 宽整或者前面的那个尖缘度 比如说你觉得前面这地方 它过 原了 是吧? 不尖 那你可以在光头重新线 再进一步 重新重新 让前面更尖一点 这样就可以 也可以 但是理想的是 就是分意一下 把这个蜡板啊 画在我们的扫描已经上去也可以 是吧? 或者分意进行 我现在都是这个 扫描打印分意一体机嘛 几百分钱买一台 那么你放上去之后 让它自动扫描 自动打印 这样就出了一个 个性化的这个工型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工型 保存好的一部呢 就沾到那个病例里去嘛 每次画公司的时候 我们时候都有工型了 所以理想的话 还是分意 是不是? 分意的最好 这样你每次都可以 找到这个工型了 你要我这个方法呢 可能你要是 下次可能 还得要去 智取这个形态 或者照原来的公司 来去做 现在准备性 就不如分意的 会更准备 大家明白这个 个体话 公司都知道了吧 明白吗? 明白吗? 这一部就是用在不修光方式的时候 排气以后吗? 对 就是你这时候不是开始关键器了 我看到了吗? 是不是已经排气了? 是不是这个 你看 二单元就困要出现尖气 这个是这个地方 你看 容易这个 带 就出现尖气了 是不是啊? 再拉就出现尖气了 是不是 我们需要整体密收了 这时候用的是 1925的不修光方式 因为前面那个 我跟你说的话 那么16啊 或者是1412 这个都不是特别重要 是吧? 做的就是最后面 这不修光方式 比较重要 大家可以做那的时候 一定不要做这种形容 是吧? 那它没有整张的 是吧? 就像你比现在那个时候 你拿那个模型底座一样 一个形态 一模一样的形态 那个模型底座 一样一样的形态 所以呢 应该这样的话 你留在定位里面 有个复印键 这样这个下次就可以用了 是非常方便 不过现在一般准所 都是比较 办公室是比较齐备的 是吧? 一般都会有 扫描仪 这个 这个打印机 这些 这些都比较齐备的 所以你们准所 可以准备这样一些设备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明天再开始经营一下 好 天安 谢谢大家